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春夏有一个就是趋势就是右摆视力就是Light FX 想到Light就是光嘛 所以光就一定是白色 所以我们就会以白色来做重点 我会以这个高撞的白色的眼影谷到眉毛的这个部位 其实我很喜欢用白色 不过我觉得白色呢 有一点挑战性耶 因为你涂了之后 有些时候你会让你眼睛看起来很抛 要找出那个白色就是不要带有好像珠光的 下一个步骤我们就会画一下白色眼线 这个也是有助于就是使眼睛看起来比较大 比较明亮 我们呢会放一点眼线 黑色的睫毛膏 像这个白色眼影会让人觉得没有层次感吗 就是整片这样子 不会啊 因为它重点就是要有那个反光这样的效果 所以眼睛会看起来其实更明亮 现在我们会就是让你的脸有一点点提亮的功能 就是白色亮粉 对 提亮其实我们也是要少许就可以了 其实你就可以看到有那个光泽感 修容 我们现在会用稍微比较大地色的一个腮红 在选择那个唇笔呢 其实我也是喜欢就是可以选择那些比较可以耐持久的产品 就算你的红船好像脱落了 其实这个妆容还是在的 就算你走红地毯 其实化妆师也不可能就是跑上去跟你補妆 所以这些小小的贴饰就是要记住一下 要打造完美的红地毯造型 发型呢是非常重要的 美发达人Miki就将教我们打造红毯发型 Miki就想请问你 今天你为我准备了怎么样的造型呢 比较自然一点的 还有一点蓬松的头发 因为你头发有点变 我们要背后 后面那个头型比较重要 你就会先绑一个马尾 对 如今流行自然风 绑头发时也要显得不刻意 因此现在就将马尾一搓一搓地弹起 制造随性的凌乱感 最后再用黑丝带点缀就可以了 很快速地既简单又大方的红地毯发型完成 白色调具有清新感 还有玫瑰唇色搭配俏丽的法素 低调之中展露性感奢华气息 三款不一样的红毯造型 你最幸运哪种风格呢 你最幸运的 字幕提供